约书亚纪 第十七章 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 这是他的支派抽签所得之地 马拿西的长子 激烈的父亲马吉 因为是勇士 就得了激烈和巴山 马拿西其余的子孙 就是亚比以谢的子孙 希勒的子孙 亚斯列的子孙 世剑的子孙 西福的子孙 士米大的子孙 都按着宗族抽签得了地 这都是约瑟的儿子 马拿西子孙中各宗族的男丁 马拿西的玄孙 马吉的曾孙 激烈的孙子 西福的儿子 西罗菲哈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她的女儿名叫玛拉 诺阿 荷拉 密加 德撒 他们来到以利亚撒祭司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以及众领袖面前说 耶和华曾吩咐摩西 在我们兄弟中分产业给我们 于是约书亚 照耶和华的指示 在他们书伯中 把产业分给他们 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 和巴山地之外 还有十份的地业 是属于马拿西的 因为马拿西支派的女子 也在男子中分得产业 基列地属于马拿西 其余的子孙 马拿西的地界 是从亚舍起 到事件前面的秘密他 往右 到引他普亚居民之地 他普亚地归于马拿西 只是马拿西边界的他普亚城 却归于以法连子孙 这地界从那里下到迦拿河 河南边的城镇 虽然在马拿西境内 却是属于以法连的 马拿西的地界 是在河的北边直通到海为止 南边属于以法连 北边属于马拿西 以海为界 北边达到亚舍 东边达到以撒加 马拿西在以撒加和亚舍境内 有伯 善和所属的乡镇 以伯连和所属的乡镇 多尔和所属乡镇的居民 还有尹多尔和所属乡镇的居民 他纳和所属乡镇的居民 米吉多和所属乡镇的居民 共三个山岗 只是马拿西的子孙 不能赶出这些城镇的居民 迦南人仍坚持住在那地 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 就叫迦南人做苦工 没有把他们全然赶走 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到如今这样赐福给我 我百姓众多 你为什么只给我抽一千 分一份的土地为业呢 约书亚对他们说 如果你百姓众多 而以法连山区太窄小 那么你可以上比利喜人 和利法因人之地的树林中 在那里开垦 约瑟的子孙说 那山区容不下我们 而且住平原的迦南人 就是住博 善和所属的乡镇 以及住在耶斯列平原的人 都有铁的战车 约书亚对约瑟家 就是以法连和马拿西人说 你百姓众多 并且强大 不可只有一千而已 那山区也要归你 虽然是树林 你可以去开垦 边缘之地也必归你 迦南人纵然强盛 有铁的战车 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 其实是笛地 那是沙尔的 词增 沙尔的